大鑊好評的人肉搜尋出到第二集 上次是爸爸找女兒, 今次是女兒找老母 水準為不為遲到呢? 又需不需要看第一集才看得明白第二集呢? 我們片頭回來告訴你 大家好, 我是靈一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推薦劇集或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訂閱我們加我們支持一下 還有我們已經開了IG帳戶 如果想關注我們這個弱小勢力的話 歡迎去到那裡追蹤我們 今天要講的電影就是人肉搜尋2 英文第一集就叫searching 這一集就叫missing 第一集的時候, 劇情峰迴路轉 節奏名快走至激流當中 去到結局, 我都不相信原來已經吐氣做完 作為一集的他, 可否承襲到他的美語呢? 但沒有看第一集的你 在深大深小的時候, 首先我解答你這個疑問 就是到底有沒有需要看第一集才能看得到一集的他呢? 或者我這樣說, 如果兩個人一個看了一個沒有看的話 看完吐氣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討論看了那個人就可以說 啊, 剛才那裡就是第一集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他頂多只能炫耀到30秒 看你重不重視黃金30秒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是完全不影響你的觀感的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個Universe裡 但又互不干擾 過了幾年變成了第二集 科技進步了那麼多, 令人冷漠了那麼多 故事又會不會再迂迴一點呢? 保持水準這件事, 我可以說是可以和不可以的 但再說下去就劇透了 如果你介意的話, 我建議你先去戲院看完這部戲 回來再聽我們怎樣說 這部戲就是寫一小時五十分鐘 但你相信我, 你進去去精神時光屋 你完全不會覺得是過了一小時五十分鐘那麼久 但如果你不介意又準備好的話 那我們可以開始了 巡禮又跟大家說回故事大綱先吧 至少沒有了爸爸的女主角妹豬 就和他媽媽兩個相依為命地生活 媽媽只有他一個女兒, 當然是出盡力去關注她 但妹豬對他媽媽的過度保護行為相當反感 整天覺得父與母之間如果作出比較的話 爸爸真的做得太多 一天媽媽就要和她的新男朋友去一個旅行 妹豬趁著這個機會和她的朋友狂歡幾天 直到她回來那一天, 妹豬就去了機場接她媽媽機 但怎知道等了又等望穿秋水 始終她媽媽還是未見人影 大維緊張的妹豬連回查詢 終於找到她們落腳的那間酒店 還讓她知道她們連行李都沒有拿 就已經失蹤了 知道她們失蹤了 所以妹豬馬上向大使館求助 但大使館的官僚行為令她相當感到不滿 所以她決定自己落手繼續調查 重重調查後發現媽媽的新男朋友 竟然是一個犯案累累的詐騙犯 雖然說她洗心革命 想著重新做人 但妹豬都半信半疑地繼續查下去 再查下去才發現 原來她媽媽也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和過去 越查越深 最後被她發現了真相完全遠超她的想像 究竟聰明絕頂的女主角尋母之旅 最終站會到哪裏呢 她們會不會或者應不應該母女團聚呢 剩下的就留給你們自己揭曉了 這部電影比其他電影我覺得沒那麼類聚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少做了一件事就是解釋性對白 大部份時間其實都在妹豬那部MacBook的desktop那裏 搖來搖來搖去給資料你看的 有時是Memo 有時是網子 有時是相片 其實已經解釋了她們的過去 或者她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例如她們不需要拍一段 媽媽和我女兒在那裏撿屋 就是要搬屋 就是要搬屋 就是不捨得我家裏等等 取而代之她開個Google Map 開段片出來 然後打幾個字在Memo 其實你就心領神回到底她的意義何在 畫面上那個MacBook的desktop 女兒長期都開著自拍鏡 拍著她自己的樣子 她就是用這種代入感 就好像你就是那個女主角 跟她一齊看著電腦 跟她一齊去查案 跟她看到每一件線索一樣 而第二個明快的原因 就是因為女主角 是一個非常 我應該說是用極度聰明去形容她 我可以說她 她藉由大部分的行動 連思考時間都沒有 她就直接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就是不會像那些拖懶泥那些劇 然後主角就拿到一個線索 之後她就假裝在那裡想 在一間屋裡走圈 找不知什麼去敲自己的頭 然後突然想到 然後就沖到白板那裡 寫一糕的垃圾出來 女主角就一收到一個訊息 然後她就馬上去 扔到一個你都沒見過的網 然後她就會馬上去找到她想要的資訊 然後在一個新資訊 然後再扔到另一個新的網 然後連你的底褲放在哪裏 她就會馬上查到出來 撇除了彩蛋 如果沒有看第一集 跟看過第一集的人 又有什麼分別呢 看過第一集的你 你就知道你眼見的所有資訊 都是拿來玩你的 通常你收到以為是真相的那些資訊 將會帶你回去一個迴旋處 將你繞到媽媽都不認得 然後將你扔到一個未知的地方 面目和線和面目可憎的人 都不知道她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朋友還是敵人 就好像上一集那樣 雅女沒死 雅女死了 雅女沒死 將你這個人 就來回地獄 有之反人 我認為所有那些善於玩弄感情 將你的真摯 視為租康亂氣的編劇 都是好編劇 4 3 4 你去哪裡 但是她過於龐大的資訊量 也都成為了她的問題 有幾次 在拍著女主角的MacBook上面 那些面目全部都打滿了 密密麻麻的字 我都顯得手足無躁 我看完面目 又要看中文字幕 在翻譯另一張面目 然後當她翻譯面目的時候 電影中的人又開始說話了 除非你真的可以兩隻眼 兩隻耳 四隻獨立運行 否則你應該都會好像我 在戲院裡 食指不自覺地抽搐一下 我想按停去看清楚 大佬 你說很多話很多字 但是我覺得第二集 是被第一集失去了一個溫度 兩個家庭同樣都是因為失去了一個成員 導致剩下的那兩位 越來越疏離 產生隔離 第一集的時候 你和爸爸一起去發現 這個女兒不為人知的一面 與其說不為人知 其實可能只是不為她知道 因為爸爸喪妻 女兒喪母 所以兩個人甚少交談 不要說這個女兒 其實爸爸都是有份主動去製造這個隔膜 她不知道自己的女兒什麼原因 不再想上去上那個興趣班 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原來在學校裡 真的一個朋友都沒有 多年的介替 令她們不知不覺 保持了距離 所以就如故事當中 她們已經失去了關心對方的能力 這件事可能是 讓身為華人社會的我們 更加能夠感同身受 發生了什麼事 令她的女兒失蹤 或者其實她的女兒 懷著什麼秘密 其實都不算重要 重要的 你們兩個 在最後終於明白到 他們不應該再為媽媽的這件事 拉開她們的距離 但這一集 相比上一集 比起所謂關係 她更加注重在秘密上面 可能是我的程義傑 我應該這樣說 媽媽所謂的秘密 不是不為人知的一面 也不是她有心去瞞她的女兒 而只是在於背景設定上 她的確不知好過知道 最後要說 女主角的觀察力 真的強到異於常人 還是女生本身 對一張照片裡的所有資訊都敏感一點呢? 跟我一樣 都被人撐著頭 然後問一張照片的角落 蒙到樣子好像沒有了那個女生 到底是誰不懂得怎麼回答的你 歡迎CLS 留言、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做齊以上的事 讓我們不用在Youtube成為失蹤人口 更加可以Superfans 不斷支持一下我們的頻道仔 我是01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 拜拜